第166章,唐大少被打了。 鬼事?这是一个什么地方,叶寒不清楚,不过只怕又是一个他不知道的神秘群体,叶寒暂时也没有心思去打听这鬼事的事情。 他说道,林伯伯,多谢你的好意,如果有,需要我一定会找你开口,眼下距离我的医馆开业还有几天,咱们等着这西北医王救世。 哈哈,好,你小子也是一个神医,我还真不信那邢江救墓的老家伙会逗得过你。 林建宏哈哈一笑,虽然外省的产业只能抛弃,不过林建宏不心疼,这辈子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,钱没了还可以再挣。 在林家坐了一会儿之后,叶寒就离开了,当然,西北医王要来山海市,叶寒虽然表面上显得很轻松,但他心里清楚来人的厉害,对于这人同样马虎不得,而且对方也是一个医术极高之辈。 寒子,想啥了? 送叶寒出去的路上,林伯末见到叶寒一边走路一边沉思,当即就问道。 叶寒摇摇头说道,没啥,对了,林大哥,男公子勋这女人要来山海市开演唱会这事情,你知道吗? 林伯末笑道,我当然知道,眼下山海市不知道的人没几个,你嫂子还嚷嚷着让我带她去看演唱会,怎么了? 寒子,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大明星了? 叶寒笑道,我没事瞎关心她干嘛,是我姐她们要去看这女人的演唱会,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搞几张门票。 就这事儿? 行,到时候咱们一起去,把海滨那小子也叫上,看看咱们有多少人,门票的事情我全包了。 林伯末笑了笑,继续说道,寒子,先给你说个事情, 你一管开业那一天,会有一个朋友要来。 朋友,那个朋友,叶寒疑惑地看着林伯末。 林伯末神秘一笑,说道,等一管开业那一天,你就知道了。 听到这话,叶寒也没有追问,走出林家庄园,叶寒开着车子朝着家里而去, 不过才开到一半,叶寒的电话就响起了急促的铃声, 正在想着西北一王来到山海市这事情的叶寒,听到这铃声, 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下。 寒子,快来尼斯园游乐场,他骂我被人打了。 叶寒的电话一接通,电话里面就响起了唐海滨那哭爹喊娘的叫唤声, 电话那边很吵,叶寒还听到了莫书的声音, 叶寒听到这话,他疑惑的同时,眼神也是一冷, 你先等着,我马上就来。 说完,叶寒的宝妈X6猛然来了一个大转弯,朝着反方向急速开去, 尼斯园游乐场是山海市最大的游乐场,在全国都富有盛名, 但是,让叶寒疑惑的是,唐海滨这山海市顶级公子哥怎么会被人打了? 到底是那个不开眼的家伙?竟然敢奏市长的公子? 叶寒的车子开得很快,一路上连闯了好几个红灯, 二十分钟后,他的车子在尼斯园游乐场的大门前停了下来, 随后叶寒连门票都没有卖就直接闯了进去, 眨眼间就消失在里面的人群之中,让得检票员一阵大骂。 进入了尼斯园游乐场,叶寒当即拨通了唐海滨的电话, 尼斯园游乐场很大,有好几个分区, 叶寒也不知道唐海滨这家伙到底在哪里被人揍了。 电话一接通,叶寒就开口问道, 喂,胖子,你现在在游乐场哪里? 你就是叶寒。 不过回答叶寒的不是唐大少, 而是一个让他很陌生的声音, 听声音,这人是一个年轻人。 你是谁? 叶寒眯着眼睛问道, 呵呵,想要知道我是谁就来C区的咖啡馆。 对了,你这位兄弟也在这里陪我聊天, 现在就差你了。 电话那边的人笑声有点冷, 让叶寒的眼神也渐渐地冷了起来, 这人会是谁? 看样子是冲着他来的。 窝草泥马,狗娘养的, 谁要陪你聊天,我呸, 哎呦,我操,老子的牙掉了。 电话那边, 唐大少的哀嚎声也传了过来, 可见这家伙这会儿让人教训得够惨。 叶寒说道, 我希望我兄弟没什么事情, 不然, 不管你是谁都要付出代价, 给我五分钟时间, 我一会就到。 说吧, 叶寒直接挂断了电话, 找到了C区咖啡馆的位置后, 他顿时朝着那个方向而去, 三分钟后, 叶寒来到了咖啡馆的位置。 此刻, 在叶寒面前的咖啡馆外面, 站着两个穿着变装的保镖, 神色冷酷, 浑身上下都内内脸着一股强悍般的气息, 给人一种极为凶悍之感。 在那咖啡馆里面, 零零星星地坐着几个人, 今天这间咖啡馆应该是被人包下来了。 随后, 叶寒面无表情地朝着咖啡馆里面走去。 站住, 咖啡馆门口的两个保镖拦住了叶寒。 叶寒抬头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, 咖啡馆里面的一名青年, 见此当即对着他们挥挥手。 见到这里, 这两名保镖才让开道路, 笔直地站在门口两侧, 放叶寒进入咖啡馆。 从这两人的身上, 叶寒闻到了一股军人的味道, 这两人绝非普通保镖那么简单。 叶寒进入了咖啡馆里面, 目光一扫, 他便是看到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唐大少, 这家伙被人揍得鼻青脸肿, 两个腮帮子肿的老高, 满嘴是血, 在他旁边是一脸愤怒的墨书。 见到叶寒来了, 唐大少哀嚎着叫道, 寒子, 你终于来了, 这狗日的沈天敖, 他把我揍惨了。 见到唐大少此刻的状况, 叶寒的脸色渐渐地冷了下来, 朝着他走了过去, 一下子就把他给提到凳子上坐了起来。 哎呦, 轻点, 他娘的腿断了, 腿断了。 唐大少惨叫一声, 莫书赶紧蹲下去揉了揉他的膝盖, 听到这话, 叶寒的心里猛然生起一股怒火, 唐海斌不但被揍得鼻青脸肿, 他的两条腿也被打折了, 居然间, 叶寒的目光冷如刀子般看向了沈天敖, 此人竟然还敢踏入山海市, 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揍了唐海斌。 见到叶寒看来过的目光, 沈天敖依旧还是如以前那般高傲无比, 不过和以前相比, 他的眼神当中多了一份阴毒之色。 当然, 今天在这里, 除了沈天敖之外, 还有一名青年和一个老人, 那老人静静地站在两人的身后, 半闭着眼睛没有说话。